受滯流方面与西南气流影响 台湾许多地区降下大雨 部分地区也传出灾情 其中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 中恒公路白沙桥路段 有工程车因为大雨吸水暴涨 土石遭到掏空 导致施工程车直接掉入溪底 索性工程人员早已撤离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桃园复兴乡长新里 118线道47K 长新国小侧侧门处边坡摊坊 目前仍在持续处理当中 在南投县部分 许多道路也出现树木倒塌 像是在头80线青流明隧道 以及台14线90K处 目前都已经排出状况 但在头83线14K上方的 大树倒塌情况 可能导致持续摊坊 目前南投县仍爱乡公所 持续监控中 同样在南投县 边坡道路摊坊的状况 台8线97.7K处有土石流 造成交通阻断 头89线滑岗往南 7至8公里往嘉阳方向 道路不通 约有80位居民受困 目前村民都安全无余 在仍爱乡 例行部落公墓下方的道路 也有坍塌的情况 头89线21K 14K的催乱路段 也是道路摊坊 目前无法通行 头85线3K的道路上方 边坡坍塌 超过路面二分之一 车辆目前无法通行 合作村3号便桥遭到冲毁 仍爱红乡的连外道路 1号桥往梅村方向 50公尺处 路继崩塌与边坡崩落 无法通行 还有在台14线金英村民宅的后方 有土石流冲刷的情况 另外在屏东地区 雾台到大午的2号便道也中断 春日乡市文村的替代道路有落实 机车仍可以通行 但大车则是无法通行 记者整理报道